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药材财经台为您直播的股市直击 我是淳子 今天很高兴是请到了来自药材证券的事务总监郭四志郭先生 来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的大盘走势 郭老师你好 你好 那么首先来跟大家跟进一下截至到目前为止港股的具体表现 那么截至目前恒指涨353点 报在2523点 那么国际指数涨148点 是报在8633点 那么郭老师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目前大事的这个焦点 就是这个脱欧的情况 那么欧盟的官员呢目前好像也是正在召开一些紧急的会议 来应对英国公投结果一旦脱欧所发生的一些情况 那么目的呢也是要在于安抚这个整个的金融市场 那么也是为了避免在比较疲弱的这个经济体中呢 是产生这个多米诺骨牌的这样一个效应 那么23号的这个公投结果就会出来了 那么大家也就是担心这个结果出来究竟是脱欧还是流欧 那么在港股方面一定是受到影响很大的 那么郭老师你觉得目前大家应该怎么样的去筹备手上的这样一些股票 才会降低风险呢 其实现在很难说 当然啦 照一个星期之前看呢 其实来说脱欧的机会还是可能会比较高 可是现在又出现一些变化了 其实来说不管脱欧还是流欧 对英国对欧洲影响应该是最大的 对香港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沛空渣打在英国也有一些资产的嘛 还有那个常见还有一个电人事业 在英国也有一些投资 变成来说相关的那个投机风险还是存在的 不过看到这两天的公布的数据显示 流欧的可能还是会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点 要是说最终能够流欧的话 这等于说早前起码是一两个星期以前做蛋的那个相关的对冲的活动 就有机会再进一步回补 因为他们是觉得要是脱欧的话英鸣会下调 英国的经济会进一步往下走 欧洲也不见得明朗 当然对冲的那个做法一定是进行一个沽轰的了 可是现在看起来情况可能会有一些变数 变成来说在高台做一些沽轰的 现在可能就是会一点一点回补 比较有钱赚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可是到最后要是真的是流欧要怎么样 还是要看基本因素嘛对不对 不可能说投欧洲有一个股灾 现在流欧股市会大升 那个绝对没有这个可能性 脱欧也不是一件很外快很差的事情 尤其是英镑真的往下走的话 其实有利当地的旅游的消费 因为去英国旅游的觉得他的英镑是便宜了嘛对不对 当然是有一定的通胀的因素 还有一点就是要留意 现在金融市场由于还没有绝对那个感觉的方向的 所以变成来说一般人进去都是稍微碰一下碰一下这样子 等于说成交金额是不会太高的 不过当然这半年下来股市任何的上升都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找钱沽轰的比较多有一些回补的埋盆出现 做成股市出现一个反复往上走的走势 这个往上走的走势跟基本因素其实没有它的关系 第一经济基本上是还不断的往下跳 第二企业的盈利也不见得太乐观 所以变成来说任何的上升只是很短的 恐怕只是一个星期几天就已经是高一个段落的了 上升的时候我们要看成交金额 这个可以看到股市的动力够不够 要是说没有太多资金投放进去 就是股市往下退也退不到哪边去 掉转来说要是股市在进一步往下走的 大家要留意了 由于那个基本因素还是比较差 所以暂时日收的话我想还是保守一点点比较好 毕竟恒生指数从那个6月7号的高位21351点 到16号的低位 所以那个19964点在这个两个星期之内 很久已经下掉1387点 所以真的也是蛮厉害的了 只要没有什么特别的坏因素出现 我想这个19964这个低位 可能也比较接近这个月的低位了 虽然说后一个阶段恐怕还是会有一点点下调 可是我觉得幅度也不会太大 这样子吧 现在市场的走势是回稳 可是市里面我们看到 那个投机细分还是比较保守 等于说至今的日子的态度还是相对来说 还是不明的 所以有货在手最重要一点就是 你自己是不是做margin还是自己的现金货 要是属于自己的 而且也抓到不算太多的话 暂时万万这个问题不大 要是说你做margin的 你贷款是相对来说比较不少的话 那就要考虑一下自己抓佛的能耐 到底足不足够 故事一定是这样子 它一直低迷一直走来走去 你不会太担心的 可是一个两个三个下缸的联合出现的话 就一定会怕的了 在那个时候也会出现一个事情 就是你买一手货 输一块钱的时候你不走 结果嘛 你要赔的时候是八块九块十块钱的 既然不明 现在最好还是多加一些现金比就好 我觉得股市是有一个回稳的走势 可是你出现大幅度的上升的机会 暂时来说可能还是比较低 嗯 那么观众大师呢 也是来看一下今天这个 对这个大市贡献最多的两支股份 那么分别就是2888的 渣打集团和5号的汇控了 那么今天的蓝筹股当中呢 他们两算是表现的最好了 那么也是因为刚刚所提到的这个 英国脱欧的声势是稍微的回落 那么今天的两支股份是一同的向好 那么也是看到2888的这个股份啊 现在报在62块05先 那么也是上涨8.7个百分点 是非常大的一个涨幅 那么5号的汇控呢 目前是报在49块5 那么涨幅呢 也是在3.7个百分点 那么郭老师 这两支股份啊 对这个脱欧的这个消息非常的敏感啊 那么你觉得这两支股票 应该怎么样去具体的进行部署呢 那这样是 要是你不说脱欧的话 你看看那个基本因素 其实全部不好的 欧洲的业务其实来说 一直是不断的下行 当然要是真的是脱欧当 这两支股票还要面对 投资的那个风险 包括那个未兑的风险 像欧元要是 每英镑有时真的有10个百分点左右的进一步下调的话 你投放的资金在英国超过八亿 一百亿两百亿的话 当然面对的那个会加的风险相对来说比较高 目前看起来我觉得事情呢 现在还是比较理性的 当然不到这个星期五早上的话 真的是不知道到底脱欧还是留欧 你问我 我个人觉得刘欧的机会还是比较高 因为现在大概有一部分人 他还没抓定主意的 到底刘欧还是托欧他们也不知道 可是最近有一个议员 是给那个横刺嘛 死掉了 一个女的 所以变成 中间有一些游的票 他恐怕会给多一两分 同情分 这等于说 那个票 最后还会投放到 刘欧那一边去的了 说真的 就是刘欧也不代表股市一定往上去 也不代表那个 企业的盈利一定有所改善 这是代表走前 在高台沽空的 没有办法了 现在又要回补了 他一回补的话 就会推动股市再进一步往上去 所以未来一点时间 股市真的往上去 都是那个对冲相关的活动 跟基本因素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嗯 那么再来看一下 2202的万科了 那么集团的这个控制权 争夺战还是在持续啊 那么目前的华润呢 是有意收购国家队所持的 9.5%的这样一个万科的股份 那么万科今天早上就跑出了 那么目前呢也是 第二点9个百分点是爆在17块的 那么光老师 你怎么看华润收购万科股份 对股价的影响呢 啊当然任何收购 应该有一定正面的效应 最低下来都会令到 事前觉得啊 这些万科的股价 真的是很便宜 很简单嘛 要是你不是值钱的股票 人家为什么要把你收购过来 对不对 还有万科现在的总的marketcap 是221 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数目 啊到最后 到底是啊 现在的大股东 他赢 还是啊 其他的投资者赢 现在很难说 只是 但是由于啊 啊 内地的经济下行 内房的前景 我也觉得有一点点的偏向 比较保守 所以变成万科股价 啊 暂时来说 只是有波幅 而没有升幅而已 当然 要是在内房股来说 要挑的话 最好还是688 中国海外 跟1109 至于万科 由于有一个股权的针对 还有就是说 他的那个啊 啊 啊 股价暂时来说 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在一个一个月的低位附近 所以要是有货债的时候 就没办法 要是没有货债的时候 要买的话 就留意 16块7毛4的支持 一旦跌签的话 股价还是会进一步往下 寻找那个中期调整的底部的 嗯 好的 感谢郭老师给我们做出的详尽分析 也希望郭老师的分析呢 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那郭老师 之前我们所涉及到的股份 您是有持有的吗 没有的 嗯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